各位早安,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棠,見到我身邊今天坐了兩位嘉賓 分別有我們要求整圈現代部總監 直要分析Stanley 和我們南方東資產管理銷售購產品策略部 ETF策略師李日南小賞,Barbara 兩位早安 早安 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來204-666 問候專家的意見或將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任准直播,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今天網上廣估最新走勢 市貨幣不太行,不達得起之餘,還要賺下去 跌215點28702點 國企指數跌61點 10741點 大市成交619億多 有和Stanley的大市,今天大家都比較關心 上個星期就說看美國的事業數據 最終非農的數字,差過市場預期 大家就說收水壓力會不會少了呢 但今天的市場,美股仍然升到 尤其是NASDAQ的科技股衝上去 但今天的市場,港股方面都不太升起 我本身今早就說跌成差不多300點的時候 關不關A股事呢 但今早題A股又跌得很多 本身我就想,關不關大陸的疫情事呢 無緣無故又說出現了什麼變種 不知哪裏有哪裏的風區 不,如果你真的要耐 不要耐了 都是耐這種東西 沒有的,你見今天那些股份跌 跌什麼呢 都是跌一些內地,好像內需 或者是跌很多股 又跌好像 好像移海,海仔路那一堆 那你說似是否跟那些 我暴露得到 那些市場真是 縮縮低的,明王笑 你見到那些批 程度上你可能跟那個 疫情日有些關係 不過你說以整個市場本身 我們的氣氛 其實一直都不是太過好的 甚至乎之前都 一直都強 不要說現在這段時間 之前五月尾那段時間都說 六月份很難玩的 一定是熟到你傻 或者甚至乎 帶趨勢 我都覺得是向下的 因為你說有沒有一些 很好的趨快劑 真的沒有的 甚至乎 如果以上個星期 我這個叫做 美國的浪花的數字去看的話 沒錯的 就業市場本身 你見得到 可能那個 叫做新增職位人數 是低於預期的 但以它人工的 那個新增的加幅 其實不是低的 是厲害的 所以你說是否完全可以撇除 通脹這件事 我覺得未至於是 但當然 你說現在聯儲局方面 也都 很難聽 它那個容忍的程度 是鬆了鬆了 你可以說它未必真的會做事 但當你的數據 可能你說越來越好的時間 我覺得它開始會有些害怕的 所以純粹以美國那邊 收不收索這件事去看 我還是傾傾於覺得 它有機會做 不過它現在是未敢做才這樣 但是對於港股來說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 其實你說是否很差 那都是28700 也不算是很差 但是氣氛的感覺 我覺得是 不是那麼好 但是入市 真的都是要小心點 因為 就像海底洛尼維麗 今早就插得挺厲害的 但是現在好像又打得回來 但是打得回來之餘 你又看它好像有聲美 拿著貨呢 拿著貨現在要怎樣部署 其實拿著什麼 我覺得科技股 又不算很擔心 反而現在真的 你說之前那些解釋 你高中的那些豪島股 那些什麼 豪島 吉利那些 甚至小米那些 反而那些要先為一備 你以為它的勢 今天還是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是在各別股份 但是科技股 好像你說 多一句 騰訊 或者是 甚至乎之前你說 快售這些就先插著 那這些 都相對沒有東西 你快售這些 你不穿200元就沒有你去轉 本身我們都說 這些車股好像 那個勢頭開始轉 轉回都幾好 怎知今天又對回一些下去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一些 你這幾天說了 那些芯片的價格 表過了成五倍 那這些實際有影響 你實際上是它 你根本上的工業類股份 都一定有影響 是 不論創貨都對 嗯 我開過那個藍色來看 都看到 跌的都是舊經濟股為主 Kavin錄著越好零 是啊 早就趕了 第二次趕了 又問一下Barbara 你們的ETF的資金流是怎樣的呢 你們又有正向產品 又有反向產品 又有科子行指 資金流 或者可以有一個 taste of 這個市場的投資者 究竟現在的取態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可以分享一個資金流的圖表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5月份的上個月 會見到3033 這隻實物的ETF 就比較多資金流入 又有超過25億的資金流入 其實一直都有 你看到3033 現在其實市值已經過了100億了 那大家剛才也有聽Stanley說 其實一些科技股都走得比較個別 所以大家會去留意一些ETF去做建倉 就好過5.6月去買回 就駁個股就難玩一些 但是至於我們的7500 就是一些反向 就是看跌兩倍的產品 看到就說有2.3億流入 其實看回5月份頭三個禮拜 7500是資金流走的 但是就去到5月尾那個禮拜 就一上到去29,200 大家又買回7500去做對沖 所以那天5月份 5月最後一個禮拜有一天 其實有7億的資金流入 所以net off 整個月就有資金流入 但是如果看回近期一點 就是上個禮拜五 其實7500 因為上個禮拜都有等著跌一點 所以7500又只流出 就是大家可能take your profit 我們見今天的成交都挺活躍 大家可能趁現在這些低位 又對沖一點 因為始終市真的好像Stanley那樣說 真的比較難玩 現在市又跌少了 跌177點 所以比較難捉 又問Barbara 6月份你們的Housefield市怎麼行 有什麼留意呢 其實我們6月份都會看回A股一點 因為始終接下來7億黨慶 可能有一些sentiment driven 而且人民幣之前 其實5月尾有一陣的升勢 現在都是比較強勢 就是說它的下行風險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回A股 至於科技股我們仍然是中長線看好科技指數 當然有時候有些調整 所以大家可能買一些實物ETF 會比用槓桿反向產品好去做 而且如果你用槓桿反向就真的要短線 尤其是現在市市那麼難玩 之前都一直說不要長渣 希望大家都記住 如果真的買這些ETF的時候 那個策略是怎樣做 今天主要請Ryra上來 因為他們又出了一隻新的ETF 但我剛剛一開始你們說的時候 我聽好像很難推 很難去稅貨人買 會不會呢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呢 今天就講3134 大家可以按一下報價機 主要是一些光復主題的ETF 為什麼出這隻 看起來很光復產業 是呀 因為如果你說我們之前推出了3194 就是雲計算的主題板塊 我們就看香港市場究竟缺乏什麼 或者是說其實投資者對什麼有興趣呢 我剛才提到我們這隻新產品3134 就是光復為這個主題 其實這一隻就是我們和內地互掛的基金 即是說內地本身已經有這隻ETF上了市 它開頭上市規模就大概17億左右 其實兩個月期間已經有過百億的市值 見到內地的投資者都很熱衝的時候 究竟香港投資者會不會都感興趣呢 而且就是香港選光復或者這些環保相關的 個股其實比較少 市場上都有一些相關的ETF 但是就不只是集中說光復 可能它會包括一些水力風力發電 是的 我們就想集中一點 就是講這個太陽能 因為始終比起風力發電或者水力發電 其實太陽能的發展潛力是更加大的 好 你剛才講一些環保概念 例如光復的話 星期六日去和家人吃飯的時候 都有人說到廣東的工廠最近停電 應該不是說 應該是政府限制他們一個星期 只可以開三天工工廠輪流用電 因為不夠電容 就令我想起現在的東西三一三四 Stanley 你又怎麼看 都是的 你這些環保主題 對 我搞什麼 不是 我覺得你說這個環保不夠電 有很多原因 例如呢 有什麼原因 掘礦 真的有關事 其實掘礦礦這件事真的很浪費電 而且我想說 我又認識了另外一個 是內地人 他在想方法 說是有10億錢 他在想方法 怎樣可以 是內地人都可以買一些虛擬貨幣 但是他還要買和美元掛鉤的虛擬貨幣 他說 其實真的是走資 你買美元掛鉤 其實你不是要採取到一些升幅 是 所以你開掘礦 我又想起這件事 我價錢我只要10億都可以 那個勇是嗎 不是 我幫你投資 那你又說光復 你覺得可以不可以呢 你之前喜歡那隻968 但現在還沒出手 它跌了很多下來 有朋友都問我 為什麼還沒買 其實我坦白說 我是忘記了買 一直都 你太多想頭了 其實說真的 這一轉的時間 可以不可以呢 大光復產業 我看法真的不是太差勁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認同一點是說 其實你說一個叫做新能源 這一塊東西 這個叫做一個大碎勢來的 基本上你說現在 不要說內地 是全世界都在說一些叫做可載新能源 你光復這些 你看回 可能你說 環球來計 其實你很多地方已經在做這件事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之前看過一些 一些研究分析 就是說 好像內地方面 一定是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它那個日照的時間 是很長的 這個是好像是全球 某些特別是有特別多的 時間可以比較多 變相之下就是說 其實你做一些叫做干復這一集 其實應該是大有可惠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 你可以說過去的時間 就是可能你說 本身是怎麼說 可能沒有太多的政策的推動之外 就是可能很亂 可能整個市場本身 因為很多的參與者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監管之下 就亂了 但是近年開始你看到很多都 就是叛亂反正的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而且我想近年來計 這個叫做干復這個板塊 其實以往就是說 因為那些玻璃價格升太強 就是為什麼這一陣子的股價 會跌得比較差呢 是因為那些干復玻璃的價格 回回來 也回得很快和很急 是這個因素的影響到 但是只不過 那你沒有 你現在好像以一些藥為例 你不可能要量補個價 所以 近年老闆這些看法 我又不至於說很悲觀 當然它是有一個加 跌了很多 但是 我覺得其實 前景又差不多 我們經常說光伏光伏 可能有些人都不太知道 究竟是做什麼 可能做太陽能 或者什麼 它那個 我看到是分上中下油的 是 怎樣分呢 以及你們的ETF 是否適合上中下油的一些股份 是呀 子彤 因為我們這一隻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香港可能的個股選擇 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一隻3134 其實就是適合全A股 而裡面包含的 剛才子彤就提到了 沒錯 就是上中下油 其實我們都會有包含到 包括它一些的 龜片、原料、電池、組件 甚至下油的系統 其實都會包含 就是說 A股市值排名最大的 50間光伏的產業鏈 就是上中下油都會有包含 我知道投資者其實說 不要說投資者 或者我自己本身 其實這隻產品出之前 我都不是真的說很熟悉 裡面的成份股 如果你說我真的要去選一隻 可能龍基大家就說 我龍頭會比較熟悉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大家可能認識到 不是很高的時候 可以用ETF 就說一男子去買 還有Stanley有提及到 國策的推動 其實就是經常都說 2060年要去到這個 炭中和 2030年要炭達峰 所以就相信 國家接下來 都會繼續扶持 推動 因為其實從 2018年開始 其實國家都有很多補貼 補貼電力 就令到它這些 光復產業鏈的規模可以擴大 令到成本就下降 令到這些企業 就可以有盈利 所以這些都是國家扶持 A股經常都說炒政策 所以大家都可能要捉住 政策股去看 但是Stanley之前 中國製造太陽能板 又說被美國說 可能涉及一些強制勞動 又說要制裁它 那些 擔不擔心 這些 基本上你現在 其實如果以回 我想說個別範 剛才 像一些 金庫玻璃 多瓶玻璃 這一堆 其實你以往的時間 你都是出去歐洲 比較多的 當然你說現在 可能因為有這些影響之下 可能要減少了 不過問題是 內地方面的需求量很大 還有沒有在內地 其實你在其他的 亞洲的國家 都相對來說 需求量是高的 所以這方面 我又不是很擔心 反而剛剛 Bravo提及到 其實這個ETF 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如果你以回 我們香港這邊 其實要選一些 叫做光復的板塊的股份 其實我想你真是 叫做比較上質素比較好的 一是手指數 一是手作數 但是我們真的 的而是有很多 好像是龍基尼斯亞 真的有 規模大的 很多人認識的 所以 我想這個ETF有個好處 就是說 簡單一點 大家可能很多 因為 時分上中下游 你要買一些 可能相關的股份 選擇都不是那麼多 但是這個ETF 反而定了一轉 叫做比較上是 綜合型一點 那OK 大家未必可能 涉略到A股方面 不如又講一下 這隻ETF 是覆蓋了什麼股份 還有那個比重又是怎樣 好啊 我們在這個公司的網站 其實都有一個mini site 是關於這隻3134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畫面上就是顯示了這個 十大磁瘡 而且那個佔備都在 包括有 剛才Stanley有提到的 包括奧龍基 陽光電源 通威 但是大家可能說 為什麼我們上市以來 好像 那個升幅就不是說很多 但是其實 如果是留意我們 上之前那天 5月31號 其實有很多的成份股 都起碼升了5% 甚至是漲停了 所以過一個星期 可能炒得比較瘋的時候 現在就有少許的回調 但是我們長遠來過 我們都不是說 太過擔心 因為始終都是吃著 這個環保的大趨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包含的 龍基這隻龍頭 它包含的產業鏈 其實是涵蓋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選一些龍頭 去做我們ETF的配置 大家都不用怕 我到底是買了什麼 會不會是太小的公司 或者是國家不扶持的公司 講到光復的需求和增長 你們是不是都有一些統計做了出來 是啊 因為我們看回 其實現在 目前來講 用光復發電佔中國 就大概只是4% 不夠4% 但是就預計了 這些再生能源 不只是光復 可能包括一些風電 或者是水電 水力發電的話 其實希望今年 2021年已經去到11% 而去到2050年 希望光復會成為 中國第一大的一個電源 因為我們看回其實 中國有8%的碳排放 要不就來自工業 要不就來自發電 如果真的做到減碳 減碳排放的話 其實就應該在這個發電那裡下手 嗯 好 又講完 如果拉長一點 當你們的ETF 早一點可以發展到上市 那個股價的增長 又可以去到什麼程度呢 是的 其實這個指數 都已經established幾年了 只不過是 大家出ETF 即是內地也好 或者香港這邊出ETF 就是近期近一年的事 我們看回 由2012年開始 做回復測試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這隻追蹤的 中正光復產業鏈指數 很多時候都跑贏了 互心300指數 特別是這幾年 看到它的爆發性 是非常的強的 如果再加上就是說 環保這個大趨勢 加上一些國策扶持 其實有望是再進一步攀升的 嗯 Stanley 他們出了一隻3134 但是你本身都喜歡這隻968 你自己會怎樣選擇呢 我想兩樣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或者為什麼呢 968 你純粹是 你會覺得是 如果你是假設 那個股服產業是OK的時間 因為它做股服玻璃 變相之下 它應該不會太危險 不過有個問題 或者有些變數就是說 行業之間的競爭 是會怎樣演化下去 這個反而是 我想你說968 可能之後 要面對一個比較 幾微軟的風險 但是雖然之下 ETF的好處呢 就真的是 因為你打散 因為本身你說 太陽能光復這個版法 是真的分上中下游的 其實你說哪一個特別會好呢 我覺得看你什麼時間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 內地方面 如果萬一 可能假設 有些政策出台 一些消息的時間 按道理 內地的股份的敏感度 是高的 所以你好像直接 反映得到這種狀況 當然 又來又糟 如果假設內地方面 有些什麼政策 是不利的 都很快 但是大方向 你看得到 大方向就不會太差 而且你說沒有的力氣 你風和光復去看的話 在某程度上 光復的潛力 應該比風會大一些 現在其實你說 我印象中 風是好像 多於光復的 因為之前的裝機 那些 因為好像風電 之前是要什麼 趕著 在今年年底之前 好像不知道 之前有些政策 你可能有些 有不知了 要在年底前 要做好的 是 那些光復這邊 好像沒有這些 好像沒有這些 不過你可以說 沒有大方向 都是要做這些 或者沒有東西 那些多政策的價格 又升到高位 升到高位 是呀 你看回龍基 其實它的龜片 今年已經加了六次價 所以相對來 大家會看到 那個需求仍然在 其實有需求 不過很有趣 因為你玻璃 始終是 玻璃的價格 你排掉下去 但是如果你買這隻 ETF有好處 就是說 沒有的 你可能這一邊 不行的時間 你一邊就可以 因為有時候大家 要選擇這些板塊 你真的可能要很熟悉 每一間公司 可能它的運作 你不太熟悉 但是你買ETF有一個好處 就變成你 真的不用選 你看那個行業 買它有一個好處 又講完這一隻 你其實期望是要 中長線持有多久 其實我們都會看回 大家就視乎自己的投資組合 就是說 你會不會是本身已經有些個股 一些光復產業 或者是一些環保產業 而你又看好A股 當然可以ETF加個股 這樣配置 但是有些投資者 可能就是說 A股其實都是一個懶人包 給大家利用ETF去進入市場 還有剛才有一些成份股 大家就未必可以直接 透過護心港通那裡買 其實ETF都有這個好處 還有子彤都有提到 就是我們都預期大家 是做中長線的持有 因為始終都是說 我們去到2060年 這個國策 所以大家當然 炒波幅可以炒 因為看到其實那個波動性都很高 因為是A股市場 所以就 其實就視乎投資者自己的 風險委納 如果你說 其實這個主題來說 我們仍然是中長線看好的 你不是說A股和香港互掛嗎 是 如果A股漲停 那這邊怎樣 其實都會跟回 它裡面的成份股漲停 但是ETF是繼續可以trade的 好 那ETF的好處就是大包圍 有些什麼大家需要留意 剛才我有少少的挑剔位 就是抹角拍不齊 是 就是買賣的差價 但是你們應該想買Chemica 是啊 因為始終這隻 可能投資者未必很熟悉 因為都是上了一個星期都未夠 所以就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要財的朋友 要財的投資者去看一下 就是看到其實那個入場門檻都相對比較低 因為大家選擇個股 就 你無論是 你說科技股也好 或者甚至是這些環保產業 其實一手都要 起碼過萬元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說想包含整個 光負產業鏈 用ETF去部署 價格就比較相宜 那就是說如果你想分住 去做長線部署都可以 是的 它一百股一手 那現在做7.44 就是七百多元就可以買到 但是當然你買七百多元 你升幅少的話 或者升幅大的 你都不是賺得多 所以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你一千股一千股這樣買 其實都不是很多錢 或者你自己看送食飯 看看自己的倉有多大 這些就是ETF的好處 買了Stanning 什麼時候買好 市現在這樣 沒有關係的 隨時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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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你都不會想這些 你會不會買 好啊 爆一下 因為你的倉已經爆了 你現在沒有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連想買的股份都還沒動手 那當然是 對啊 他想買968 是不是 我真的想買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想 想買些什麼 現在都不接近 現在都不接近 好啦 我們Youtube上面都累積了很多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 去一去廣告之後 就回答大家問題 都要和兩位申報先 Barbara有沒有持有上水投的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Stanning呢 應該沒有 創科有沒有 沒有 創科沒有 Barbara有沒有一些Disclaimer 要和大家說 我們最後都提醒大家 這個六絕月 都是比較波動 大家無論是買實物的ETF 又或者槓桿反響產品都好 都要做了功課先 特別是說 我們今天帶來這隻新產品 3134 大家都記住 上去我們南方東英的網站 了解了產品的詳情和風險 才好投資 關於資金流的數據 其實都可以上回到我們南方東英的Facebook專頁 沒錯 有問題 關於CSOP的ETF 都可以繼續在YouTube上面留言 因為上個星期已經有人問 3134 好 麻煩兩位這麼詳細的分析 廣告回來大家 等一等 再回答大家YouTube上面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見